观片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要看的是空中惊魂 现在全球旅游复苏 而民航客机有的时候机位是一票难求 中国大陆更是极力的要吸引国际的观光客 上周我们播到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 12月开始包括德国 意大利 马来西亚 六国旅客登陆入境免签 那么第一天透过政策入境就超过2000人次 就比前一天足足增加12% 那么至于空中惊魂是中国的东方航空 在星期天一架从上海飞往香港的班机 爆发巨响 起飞才一个小时 机舱内的乘客明显感觉到机身剧烈抖动 他们的形容是好像要解体一般 最后迫降厦门维修 东方航空到现在并没有说出这个意外的原因 自命抓着座椅 乘客身体也跟着剧烈抖动 大家吓到频频探头想到底怎么了 有人则是拿起手机记录下这惊魂时刻 下飞机的时候机长的通知了 有的视频就删掉 当时快要降落的时候 整个飞机躲动20多分钟 大概有十几个女的 有两个的 写音说干嘛的都有的 中国东方航空这架MU721航班 3号早上8点半左右从上海起飞 原定在10点50分要抵达香港 但起飞一个小时 空服员送完餐点后 突然一声巨响有乘客看到火光 拍到机身左方引擎位置 疑似有破洞 舱口看到有火光 机舱人闻到较味 我们实体是看到火光抖来 就像要解体的感觉 你说这个心情的时候 全场哑雀无声 一落地全场掌声响起 跑到下面我抱着他眼泪不醒 往下掉 吓死人 乘客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因为飞机最后是迫降厦门机场 直到傍晚5点半 才又从厦门起飞到香港 飞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东方航空只发声明表示道歉 完全没解释原因 事关飞航安全就怕影响到 大陆正在复苏的境内外旅游 12月起大陆扩大免签国家 给予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西班牙和马来西亚旅客 总共六国15天免签 政策为期一年 对六国开放免签首日 有2029人次透过这项政策 入境中国大陆 相较前一天开放前增加了12% 新免签政策发布以来 南航欧洲航线外籍旅客出票人数 环比上周增长35% 其中罗马达到200% 欧洲旅客明显上升 而六个国家之中 马来西亚免签开放到中国大陆的 占最多有超过一千一百多人 第一次来感觉跟特别不一样 因为这次是免签政的 所以不用浪费时间 去等签政的过程 我们大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觉得很好 和其他国家不同 马来西亚在同一天 也对来自中国大陆旅客 开放30天内免签 因为有这个免签 所以我可以有机会去里面 是荣幸旅游一下 对 在马来西亚旅游一下 之前在课本上 包括在抖音上天天去看到 然后这次终于也过来 能打倒卡 能跟他合影 感觉非常的荣幸 非常的开心 签证也就可以免签了 在疫情之前 陆客到马来西亚旅游 超过300万人次 为当地创造17.8%的旅游收入 抢光光彩 在明年元旦和春节来临前 虽然是大陆的旅游淡季 不过旅游胜地海南三亚 暖冬游依旧保有人气 三亚凤凤凰西场 每天平均旅客吞吐量 达5.4万人次 持续稳定攀升 透过免签政策和扩增航班 旅游要全面复苏 抓紧国际观光客 成为当务之急 TBBS新闻综合报道